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多 开饭了 多多 别玩了 快去洗手 吃饭了啊 来了 来了 别收了 过来坐吧 来了 做这么多菜啊 太不好意思了 坐下 坐下 客气什么呀 你把这儿当成自己家就行了 今天的菜多多肯定喜欢 那就好 有我爱吃的红烧鱼 您叔叔 你太棒了 多多 快坐下 你就喝那杯饮料 真是很久没有下厨做菜了 估计我的手艺 也回潮得差不多了 来 先尝尝我这拿手的 鱼式红烧鲜鱼 多多 尝尝 还不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不客气 谢谢 不用尝了 看这色泽 闻这香味 手艺差不了 就是太辛苦你了 谢谢啊 我觉得我这俞某人啊 活得真的很失败 你说我们都交往这么久了 你怎么总是跟我说 谢谢 谢谢的 我求你了 以后别再跟我这么客气了 那我龚俊不如从命吧 真不客气了 这就对了 老东 来 多吃点 你也吃 好 好 真的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你知道吗 平时我在家里面 厨房都懒得近 电视开都不开 真的是很怀念那种 个人抢遥控器看电视的日子 今天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是啊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雨雷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这么温馨的晚餐 你看 你看 怎么又来了 看我们这脑子 那就祝我们三个人 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来 多多 我们跟叔叔碰一杯好不好 好 来 来 碰杯 吃菜 多多 多吃点 吃菜 吃菜 多多 味道怎么样 爸 您消消气吧 您看您都头疼了 前途那么做 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只是咱们不理解 就好像当初我爸不理解我一样 有空了我去劝劝他 他 你突然辞去银行的工作 虽说有点鲁莽 但是那是你自己 为了理想做出的选择 你能告诉我 前途 他依附在你爸这棵大树下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是 失败啊 失败 逆子啊 逆子 秦大广 你懂点事行吗 甚是 亮亮那火烧眉毛呢 你想让孩子替你着急啊 都是赖岁的人了呢 跟孩子斗气还动手 爸一火你 我真是白火了 翁立荣你总算说对了一句话 我让自己的儿子瞧不起 我真是白火了 你活该 让你整天这么狗样的 把自己弄得跟精神教父似的 妈 你少说两句吧 爸心里也不好说 亮亮 徒徒这么做固然是不对的啊 妈理解你的心情 可这孩子不应该是故意的 那我儿子嘛 我了解 可是他因为什么我也想不明白 那肯定有什么缘由吧 那是没什么理由 这孩子做事没这么决 凡事有因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那说不定他这就是世主有因 前途 是为了他的遗想吧 爸 妈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是有理由的 也肯定会负责任 这样 你们俩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 我现在就去找他 问个清楚 问好了回来告诉你们 正好把饭吃了刚成的 妈 我不饿吃不下 亮亮 那到那说话 两人好好说 别吵吵啊 知道了吧 放心吧 走了 走 行了 得开窝了 你找把锤子 谁啊 这么晚呢 来了来了 等一下 他怎么来了 吴大小姐 这么晚了你到我这来 你是想找前途啊 还是想找大卫啊 他们我谁都不找 我就想找你 这么晚呢 你找我有事吗 夏天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前途跟家里闹翻了 我实在没办法再来找你的 我想跟你了解一下前途的一些事情 进来吧 快放下 快放下 怎么能让你洗碗呢 我来洗 我来洗 没事 我又不是纸糊的刷几个碗算什么 你是客人 怎么能让你洗碗呢 这会儿我来干 你休息就行了 现在你做了那么多菜也怪累的 菜收获已经快洗完了 就差一个碗了 要不咱石头剪刀布吧 谁 谁输了谁洗 谁赢谁洗 谁赢谁洗 那来一个 来一个 来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愿赌服输 去看会儿电视 陪多多待一会儿 那我去看门多多 我 我看门多多 我 我看门多多 走开门多多 多多 来 妈妈抱你回家喽 秋月 放下放下 来 放下放下 让她睡吧 这孩子 她都睡着了 就别折腾她了 这抱出去外面多冷啊 如果折腾感冒了 太受罪了 那也不能睡这儿吧 没事 让她睡吧 睡着就让她睡 没事了 别把她弄起了 别麻烦了 我能抱她走 别 别折腾了 让她睡吧啊 让她睡吧 还以为 找个人保护 能给我 所谓满足 一颗心 来不及 阅读 又怎能 看得清楚 等一等 不要太仓促 别太快 天不荒芜 还需要细水流畅的温度 请不要忙碌来庆祝 这未必算幸福 我们等一等 我和多多还是回去吧 我和多多还是回去吧 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谢谢你今天的晚餐 现在叫出租车 很方便的 秋雨 我现在就要惩罚你的谢谢 玉蕾 你听我跟你说 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喝酒了 而且我承认 今天晚上 的确让我有嫁的感觉 是 很久以来 我都没有感受过家庭的分暖 今天晚上 你的确很让我感动 可是 是 现在时间 实在是太晚了 秋雨 等一等不要太仓促 别太快天不荒芜 爱需要细水流畅的温度 请不要 请不要麻烦 来庆祝 这未必算幸福 我们等一等 我们等一等 等一等 等一等 幸福 别喝了 回家吧 别喝了 回家吧 你来干吗呀 看我笑话呢 你看见了 有什么气儿尽管撒 前途 不过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你摔的不是手机 是你的心 我见过夏天了 他把你的一切都告诉我了 你理解 你凭什么就能理解呢 你怎么就能理解 我他妈自己都不理解我自己 如果早知道了 为了我这个所谓的理想 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就不要了 我只是想简简单单地 跟我的老婆孩子在一起 这要求过分吗 其实邱叶没有那么绝情 他在等你 他希望你能够努力做到更好 等你成功的那一天 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那收起你这套吧 邱叶是因为我去大地工作 他才辞职的 我的人生 就像是蒲公英 看着很自由 但其实身不由己 我和邱叶就像两条平行线 永远都不可能相交 不管我承不承认 我和邱叶都结束了 不是那样的 我认识的前途是一个有胆量 有志向 可以给我带来无限正能量的人 我承认我曾经鄙视过你 我甚至觉得你是一个利益当头的势力小人 可是到了今天我才真正地理解你的所作所为 是你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理想 有真正的爱情 我酒也跟了我十年 幸福终点站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承载了我们的理想 尽管我和酒也没有操作重点 但我想让这个节目 给我们并不幸福的爱情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个句号是我的 也是他的 是我们的重点 我知道 你现在所有的努力拼搏 都是为了给老婆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和在北京继续生活下去的物质保证 我也知道 幸福终点站不只是一档栏目 它也是意义非凡的你跟邱叶的爱情见证 玲珑塔 玲珑塔玲珑 玲珑塔玲珑 玲珑宝塔第一层 一张高桌四条腿 一个和尚一本金 一个挠拨一口庆 一个木鱼一盏灯 一个金钟整四两 西北风一吹 弯了弯了响弯了弯 玲珑塔玲珑 玲珑宝塔第三层 三张高桌十二条腿 三个和尚三本金 三个挠拨三口庆 三个木鱼三盏灯 三个金钟十二两 西北风一吹 弯了弯了响弯了弯 玲珑塔玲珑 玲珑宝塔第五层 五张高桌五 三个木鱼一吹 三个木鱼三尉 三个木鱼三尉 三尉 三尉 若果不是因为我 你们修夜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没有错 你什么错都没有 你只是做了一个男人 该做的事情 哭了 先哭就哭 哭了 哭了 妈妈 再见 李叔叔再见 多多再见 多多 上课认真点 别老想着玩游戏 知道了 妈妈 拜拜 再见 多多 上车吧 我送你去单位 不用了 我搭地铁可以了 没事不麻烦 就一脚油的事上来吧 地铁它不堵车 再见啊 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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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天哪 我现在觉得咱们这家里的空气 比任何地方的都稀薄了 如果我不是每天张大嘴深呼吸 我觉得我就要被憋死了 是挺压抑的 严少 我有点不舒服 你们的家庭会议 我看还是别参加了吧 不是 你们倒是说话呀 我现在需要钱 广元上市 马上就要跟电视台合作了 关键时刻 前途这孙子跟我抖个机灵 他跟我玩离心离德 爸 如果现在我不用高薪 去请几个业内大腕主持人 来给我顶场 幸福终点战就被他给抢走了 是运区反应吧 我回待位的时候也这样 连盛 你对美静太不负责任了 给他增加精神负担 这样对大人和胎儿可不好啊 我不负责 那还不是因为你整天的小题大做 凭什么美静一有了孩子 家里的财产就要清算 本事同根生意 相间何台极啊 安华 我把这话给你撂着 这个字我绝不签 我们圆满貌似和平的一家人 看来要撕破脸了 亮亮 我正说我说叫你过来吃饭呢你 你这去哪儿啊 买我不饿就不吃了 我找大卫去商量一下公司的事 不吃饭哪儿行啊 你这怀着孕呢 哪没你喝口豆浆呢 行 喝口豆浆 好 我喜欢咱们大家 当面楼对面骨头 把话说清楚 不要鬼鬼祟祟的 在背后搞小动作 孩子早晚是要生的 你们觉得瞒能瞒得住吗 既然 财产方面 已经彻底清算利索了 麻烦你孙总签个字 我也不想拖着你们 也省得你们天天头疼 研究着如何防备过 这大卫也是我的儿子 属于他的一分钱都少不了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字我绝对不欠 不要以为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 我受够你了 好啊 我有时间 我可以等 袁医生 我们当初分手的时候 我可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维持着 是谁告诉我 保证再婚不要孩子啊 难道 时过境迁 孙总忘记了吗 我跟连生不是可以要的孩子 但是有了 总不能不要吧 难不成华姐 还要逼我去做掉吗 你看你这话说的 美静 我有那么霸道和蛮横吗 生那孩子也是一条生命 我怎么可能逼着你 把那孩子打掉呢 我关心的 只是你们 把我儿子应有的财产 还给我儿子 不是 你们说什么呢 这干吗呢 我把你们约一块儿是说 我广员上市的事 我现在需要钱 最开始的时候 你们记不记得 在家里 你们同意我做传媒公司的 现在火烧没吗 你们不管我了 咱们家不是银行 你爸爸我也不是印钞机 美静 你也是要做母亲的人了 你对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什么心情 我对戴伟就是什么心情 有过之无不及 好了 为了我们以后大家都不难堪 我已经决定 离开家里住酒店 戴伟 今天晚上 把我家里收拾好的东西 送到喜尔斯酒店去 不是 妈 妈 妈 你们这事 我的事怎么办 爸 你的问题 去问你妈去 她现在是医院的大当家的 你别太着急了 你要一着急啊 妈也跟着着急上火的 图图我儿子 我了解这孩子 这孩子没那么多乱七八糟 你爸造的坏心眼 这个幸福终点站这件事啊 她肯定是有原因 她肯定是她迫不得已了 妈 您就别操心了 昨天晚上我见着前途了 我现在能理解她为了幸福终点站的用心良苦 您放一百二十颗心吧 不会再出事了 你见着她了吧 嗯 我就说嘛 图图没那么不仁意 她怎么可能去拆你的台呢 她傻呀 喂 老门 这防诊证是不是我不好意思跟你要 你也就不好意思给她呀 不不不不 甭给我废话 是 不是 你赶紧上大地船面来找我一下 这是梅的商量 凭什么呀 凭什么她想拿走就拿走啊 幸福终点站是广元盛世的 广元盛世我是法人 我不拍板 谁想拿走 休想 我说的不是跟前途争版权的事 我是想 想什么 你不会是想 把咱们偶心力血 煞费股心策划出来的幸福终点站 拱手相让给前途吧 就是这个意思 咱不带这样的无量 我这急着找高人急着筹钱呢 我刚从我爸办公室出来 我们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我还顶风筹在那儿要钱呢 你这边一句话你就 大卫 你听我说嘛 昨天晚上前途喝多了 他流着眼泪跟我说了好多话 我知道那些话 在他理性的状态下是无法表达的 也是代表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突然间能够理解他 现在的所作所为了 他无非就是想给秋叶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庭 他跟秋叶相爱整整十年了 两个人彼此真心付出 可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很失败 而幸福终点站 又见证了他跟秋叶的婚姻 他也觉得现在 虽然说两个人复合不了了 所以他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给他们不完美的爱情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同时 也是给他跟秋叶爱情的一个祭奠吧 他们俩的爱情死了 就拉着咱们俩去陪葬 什么逻辑呀这是 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 如果当初不是我拉着他 非得跟他假结婚 要不是我当初 在秋叶面前编谎话 他跟秋叶也不至于 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 你真有病 他们俩之前婚姻就有问题 这事我了解 要不然他前途不管不顾的 拼了命的想做梦 想做梦草根逆袭 秋叶能跟他离婚吗 他俩婚姻没问题 他能跟你去假结婚吗 就算你说得都对 那前途跟秋叶 原本能复合的一点点可能性 也是被我给搅黄了的 人家前途就是为了家 为了孩子为了秋叶 为了梦想一直在奔跑 他有什么错呀 为什么让他去承担这个错误的后果 这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决定了 我要把幸福终点站让给他 我还得去找秋叶 把整件事情给解释清楚 不是 你这唱的是哪一出无量 你觉得这事对我就公平吗 不公平你别再折磨我了 难道咱们没有了幸福终点站 就想不出其他的栏目吗 想不出来 说句实在的 我是真心希望前途能够回来 咱们三个一起并肩作战 你不会真的爱上前途了吧 你没瞪我 就你现在对他的关心程度 已经超出了假结婚 应该对他关心的范畴 哎哟 曲 你肚子里的孩子 不会真的是前途的吧 孙大卫 你这玩笑开过了啊 这件事我决定了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哎 不是你决定了那 必须得必啊 太任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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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好 你这干什么太任性了 你这不是我 你看这个房屋 就那个房屋 那是最好 反正前途这么做 是有他的原因的 我不怪他 所以您也别怪他了 而且我相信 他是一定会来帮我们的 你不怪他我相信 那是因为你这个 当妻子的贤惠 懂事理 但是这个兔崽子 我饶不了他 大卫呢 怎么没来啊 这大卫他 他应该是在家里调停了 听说安华阿姨跟孙叔叔 又吵起来了 又吵起来了 因为什么呀 据说是因为他们家的家产 还有还没进肚子里的孩子 这个汪丽荣啊 这不干好事这汪丽荣 爸您 您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 我跟他们交代点事 还得去找前途呢 好 别操心了 进 钱总监 有人找您 门动吧 帮他进来吧 钱总监 工作环境不错呀 你怎么来了 工作还是挺辛苦的 吴总你高看我了 找我什么事 不知道秦总监有没有时间 想请你喝杯茶 汪丽荣 你就是个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的教师公子 你把自己家里脚盒没完不熟 你还跑到人家老孙家去搅祸 你跟安华 传的一个老婆舌干啥 害得人家老孙家今天大动干戈 你让我将来怎么面对江东父老 你用着要面对江东父老 钱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 韩北静怀孕了 怎么了 我不能说啊 我一人做事我一人当 这怀孕也不像别的 没说他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 安华能看出来 你既然知道人家能看出来 你还跟着胡搅什么 胡说八道什么 我当然得说了 安华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我为了大胃我也得说 你少来劲啊 我告诉你啊 你把我儿子的三十大吉洗的 没地儿住 无家可归 我没给你算账呢 你是不是公司丢面子了你 你称子尊了 你没辙了你 你拿老孙家的事跟我撒气 温李如 你讲不讲理 我跟你说老孙的事 你跟我扯什么嘟嘟 扯了 怎么着吧 老孙他们也不是好东西 有打造钱你抛弃弃子 娶这么你小媳妇 能有今天吗 你 怎么着 你个败家老娘们 这咬谁你 行啊你 闪我是不是 想让我玩一狗吃屎 闪你怎么着 我告诉你吧 道不道你会打我儿子 我还给你撑杖那些 再咬一口还闪你 怎么着 你胆子大了 你叫我我从这儿来 脑筋怎么弄不来 回来 你干什么味你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重一点我的形象 你当什么磕腹啊 磕腹 磕了怎么着 磕了 那你要真是胡搅蛮缠 好 我今天就给你一决雌雄 今天要是不给你点颜色 你还得跑别人家去胡搅蛮缠 还得不作严调 我告诉你 要一会儿修建你们一身 你说说什么 他把大人肥了你 你瘦了你 你瘦了你 我打我儿子 你瘦了你 你瘦了你 你瘦了我儿子 你瘦了你瘦了你 你瘦了你瘦了你瘦了 也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给打败 谢谢你啊 吴亮 昨天陪我哭了一宿 我敬你的 还没喝够啊 别老拿酒精拿逼自己 苦与痛是不会挂在嘴上 但会写在脸上 其实我已经想通了 真的 经历过一次悲伤过后 我想通了 既然没有家庭的牵挂 那我为什么不找回快乐的自己呢 人生吧就像一杯酒 每一滴都是醉人 迷迷糊糊挺好 活太清醒了 推累 照你这么说 你是真的放下就业了 你说善待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宽恕别人 而善待别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严谊律己 行 那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让这些消失 好吗 你找我干嘛 我知道肯定有事 但是先说好啊 幸福终点站 我是不会放弃的 就知道你不会放弃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幸福终点站 我和大卫已经决定放弃了 放弃了 包括 包括广员收市吗 没有这个幸福 我们就不能去做点别的快乐 没有这个终点站 我们就不能去做点别的起航站 幸福吗 起航站 幸福起航站 幸福起航站 好主意 真的是 你看人生啊 每个人对于人生的感悟和理解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幸福真的只能有起点 不能有重点 没错 人生每一次的超级超级 都是伴随着一个幸福的起点做开始 只要我们有梦想 只要我们坚信拼搏 就一定能够抓住幸福 相信你为了你爱情的祭奠 会把幸福终点站做得更好 而我 会带着展翅高飞的梦想 开创一档全新的栏目 不好意思 我原来打算了 从今以后 跟广源盛世再也没有瓜葛了 但是现在我决定 利用业维时间 为你的幸福起航站 免费多次化兼主持人 当然 是在 吴总不反对的情况下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要我说呀 你们可真是的 钱老子伤生这样了 就不知道带他去趟医院 他给我一个 我跟阿姨可真是的 这下手也太狠了 就不知道可一个地方挠 那我说钱伯伯呀 你这就是窝囊 你就不敢还手 你说这楼上楼下你躲呀 什么啊 身为男人 无权洒破 我自性神 身为女人 不洒不破 天下心神 大卫啊 你这是暴地雷呢吗 我喘不上气了 不是 这挺严重的 行了行了行了 挺严重的 我没事 我没事 我回来了 不行 不行 天哪 这儿有天赋 你别摘下来 别 别 再贴个窗口贴行吗 来 贴个窗口贴 来 还 还是缠上吗 还是包上吗 哎呦呦呗 哎呦呗 哎呦呗 兄弟 这真是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 一礼拜不见我得重新认识啊 这一眨眼你就从一个马仔你 你现在变大班了 这大班台 这皮沙发 又这大石木桌子 这 天 天 天 打扰了 你跑了 你跑了 请慢用 你有什么人分不再见我了 我先出去了 这大秘 这大屋子 真让人羡慕嫉妒 但我不恨啊 我一点都不恨 我也不敢恨 我现在 我变马仔了 瞅你那没见过市民那样 知道我找你干嘛来吗 哎真是 你你见我干嘛呀 甭跟我装傻充愣 咱俩还有别的事吗 房子的事啊 房子 房子事 那该找谁你不知道吗 找孙文华呀 他什么脾气柄性 他什么样道德品质 他提了什么要求 你不知道吗 用你刚才说我那句话 你跟我装傻充愣了吧 这咖啡真香啊 可以的 老板 你老是跟我 这么耍混蛋 有劲吗 没劲 我还没耍呢 我说兄弟 不是我不仗义 这说出来的话 就好比是泼出去的水 你再想收 可就说不回来了 所以没有把握的话 我不敢乱说 房产证 我不是没帮你想主意 我主意也帮你想了 我谈话我也谈了 打架我也打了 甚至我都想帮你 给他偷出来 但我没找到 这胖娘们不知道 给藏哪儿了 兴许他缝裤腰带上了 他说了 按照他的那个方法 你不给他那么多钱 想要房展证 门儿都没有 老门你觉得 我会差他钱吗 不差 我已经向银行申请贷款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他房子不给我过户 银行不会给我放贷的 你懂吗 懂 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咱俩必须要通力合作 你明白吗 你看你看兄弟 你刚才说的 你要房产证过户 你要去银行把贷款 这都不是坏事 但你看拍着桌子 你跟我说 我听着心里就变了 这好像你在威胁恐吓我是 想要钱吗 想啊 这不就完了吗 老门 哥们儿现在一个月两万多 贷款肯定没问题 所以我得赶紧把房子过了户 赶紧结束 跟吴亮这场荒诞的婚姻 这是哥们儿的首要任务 你懂吗 懂懂懂 我必须懂 但是我还是要说 没有把握的事情 我真的不敢答应 但是我愿意再去实力一事 你看兄弟 我这话说得怎么样 我比你善于读动吧 那我再给你磕一个玩 不过你真的 你真是一步好目 一段有名无实的协议婚姻 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 假老丈人 让你蹭一下你 你从一个街边的打工仔 你现在 你都快变成高崖内了你 这就是命啊兄弟 但你还是真得谢谢我 不是我给你点拨 你能有今天吗 是 我是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怎么能有这一场 不干不尬的婚姻 怎么能落到 这不干不尬的竞技上 瞧瞧 瞧瞧 占这么大便宜 你这弄得好像还挺悲壮 这在我们胡同里 就叫假不止是吧 嗯